那個 因為在看下去你們發現今天是怎樣 講師不來 以前我們是講師沒來的時候才是這樣 今天是比較厲害 是因為講師老早就已經來了 但是那個來賓也很早都來了 所以才想說換個影片 那這個 其實我相信對兩位 我本來是平常來說看現在的影子 不是在看他以前的年輕時 這是什麼意思 他都在七年前爬 沒注意就是看七年前的事情 沒注意就是十幾年前 我相信我看 原來我們也是我們實在 有這麼久了 直接有幾齊裡面 所以別說的時候 怎麼會覺得一齊都還在盡興 尤其是現在有小數之歌 新的車也一直有新的生命 新的延續 沒感覺有時候又看一齊音樂 好像有時空又回來 但是今天聽說是他們 回來的台灣 又出外招跳感 的第一場 尤其是嘉義 這有一個意義 因為要來做一個預告 就是十幾個禮拜 他們還有一本新車 要說韓國 這本車又要來出秀了 所以各位有興趣的 趕緊 可以來 這也標示要預約 下一次 他又要來南政府 所以這年 不算要不要車 這年不算 在立正的 他們的形勢力 那種 通通 他們覺得 有一點空氣的 可能不出來 不出來 大家交流 覺得回到台灣 不知道要來 就說 紅牙思房 這要來亂 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那樣不錯 也是透過這個過程 大家可以好想 實際 那 對對對 去想我好 麥克風 有準備 所以我想到 時間 發什麼 發過了 都開 這個是我唯一的目的 好 那 我們就算他去 麥克風 那我先 先 先出來講一下 因為我 不會認識國姓 我都 都會很高興 為什麼 我現在 我跟Vicky在台灣 都 過著很多朋友 覺得我們過著 夢幻般的生活 我們每年都 旅行三到六個月 然後 已經這樣子 十一十二年了 然後 常常有人問我們說 像前幾天 我們那個 我們出版社 第一樓的那個 劉媽媽 就看著我們說 問我們說 你們有出去工作嗎 我們這樣已經七年了 他說 我就說 有啊 我們就在樓上工作 他說 蛤 就是那個出版社喔 對 因為他那個劉媽媽 有來參加跟我們訓書分享會 他有算了來的人 然後有算買書的人 然後想說 一本書都賺大錢 就這樣算腦中 浮現一個 一個很大的問號 覺得說 這個出版社好像很難賺 他覺得說 我們七年 他把我跟Vicky都覺得說 我們是那種在家待業多年的 待業七年 所以他說看到我們 然後Vicky就問我說 你們做的出版社有沒有別的 Vicky說沒有 他說那你未來呢 Vicky說我們還想做出版 他的臉就露出那種 無限悲悯的表情說 你們要好好保重這樣 可是 我跟Vicky雖然是這樣 可是我們來到嘉義 看到國姓都覺得說很有希望 因為我跟Vicky 每次我們要離開嘉義 我跟Vicky說 紅雅 紅雅可以再撐多久呢 我們都有一種心理解說 我們比較有未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今天帶了那個 台東朋友來 我就跟你說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以為紅雅撐不下去 我跟你講 他在嘉義市的鬧區 中山路有個新的點 說他們是叫做台灣圖書寺 有沒有人去過 有去過的請舉手 我就想 他很多人沒去過 你們一定要去看 這是台灣奇蹟耶 在嘉義的中山路的鬧市 有一個免費看書的台灣圖書寺 剛才我們進去 你們都可以做見證 馬上問你說 哪一本書拿著 小姐來 就可以坐著一直看喔 不用錢喔 這麼親切都可以 而且都可以存活下來 所以我覺得 紅雅撐 我們有紅雅的書房 當作我們的標竿 我們覺得台灣很有希望 所以為什麼 我們去大陸三個月回來 回來以後 那嘉義是我們排的唯一場分享會 因為其他都是已經 既地行程 人家來邀請 紅雅老師我以我們主動要求 我們是來這裡充電的 真的 就是跟其他地方 我們是去放電 這裡是充電 所以跟其他廠子 真的是完全很大的不同 所以一開始我要感謝 國姓他 感謝各位來讓我們充電 謝謝 大家好 我是Vicky 這邊有很多的老朋友 那好像也有一些新朋友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幾舉手 喔還是很多喔 欸不錯喔 所以我們帶了一些 原來的作品來 算是新出分享 紅雅好召力 今天看起來有業績的 我可以可以休息 對對對 因為雙十國慶 所以呢 我們目前為止 有的作品都各帶了十份來到 希望給國慶 國慶祝福 那我為什麼來這邊 那我回家的感覺 因為我記得 小朋友都跟我說 我家裡什麼都沒有 你如果走出去 這世界就是你的 我就相信了 再加上呢 因為我從小受的就北歐教育 在三十幾年前的台灣 我接受的就是北歐教育 因為在兩千年 我在歐洲待了四百天 在北歐待了蠻長時間 那我去年又重遊歐洲八十八天 又再去看一下歐洲 我就明白了 不得了這樣 原來我小時候 做我們屏東那個阿父 就給我北歐教育 有什麼 因為我阿父得那麼厲害 他不可以打過掃 所以不可以 所以阿父直接跳過知識 教我人生智慧 因為他不可以 所以他不會幫我教掃 我阿父教我 都生活的智慧 所以我阿父小時候 告訴我 我家裡什麼都沒有 你會記得 驚出世界的你的 我就相信了 你會相信 驚出世界的我的 我阿父獨信佛教 每天都跟他心靈拜拜 因為我阿父的工作 我阿父是當時 我們如果說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專業就是達人 對不對 麵包師傅 吳寶春 法國麵包達人 阿基斯 台菜達人 我阿父也是某一種達人 一個三十幾年前 屏東最有名的 收金達人 就是我阿父 我哪有一個 三公牛牛的大媽 唯一的收入來 就收起來 因為他沒有特色 阿嬤把他教 都會收起來 所以他收金很靈 那小時候 因為我賣了錢 生下來就吵鬧不休 所以本人因為收金免費 所以從小收金 你知道我離開我阿父 我算過平均 這樣算平均 我每兩三天收一次 我才想到他 差不多一兩千次 不是收金而已 又拜一日 收金又想不怕 所以他就要叫三公 你附身 就像這樣 就吃很多那個符咒水 這樣 所以長到時候 從小就做夢 都是夢到那種天上會飛的 這樣 阿我家伯父你怎麼 伯父你怎麼看我分配到的時間多久 我如果從眼睛 鐵工開始煮菜 做家事 又生怕 哇厲害 當我上小學 我大哥大姐二哥姐的小孩 都跟我平坦 你怎麼做到 你怎麼有什麼時間分配給你 現在父母都 哇眼睛只叮到直升機父母 我媽媽沒有時間 沒有人要跟他講話 我不是一個 在那裡 小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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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做完 我唯有的時間就是 要睡的時候 因為我人家去問 像是這種差 我都睡到到旁邊 我就開始講話 我剛才講話 我剛才講話 我講話 我怎麼有特意講話 他沒有人睡起來 他一直給我打 你知道嗎 他沒有人睡起來 他一直給我打 我想說他給我聽 我繼續講 所以我從小姐跟我講話 會說故事 讓我情片電一下 我就全世界去講故事 從加拿大西岸講到東岸 東岸人沒聽過西岸的故事 西岸沒聽過東岸 哇原來我們東岸這麼好 原來我們西岸這麼好 加拿大人住在一個城市 就不會移動 所以我只要一直 從西岸走到東岸 然後從北投到 所以我在想說 我這個講故事的能力 是我阿嬤給我祝福的 從我阿嬤給我祝福的 我看國姓就要送他一句話 鳳陽絕對不回答 為什麼 我阿嬤不曉得 我這個小孩 怪怪 因為他整個符咒水 你知道嗎 喝太多 喝太多 所以他擔心 我長到以前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做奇怪的事情 一樣不一樣 你就遇到困難 比較挫折 所以我記得 那些知道我要離開我阿嬤身邊的時候 有一次阿嬤就知道 這個小孩 這個Vicky這個春 想說是一個小數 做拜託 你會怕阿嬤跟你說 你要出去 你要是出去 你要剛才困難跟挫折的時候 他自己要想辦法解決 如果你想盡辦法 如果你想盡辦法 都沒有辦法解決 你的困難很大 你想辦法 想盡辦法 都沒有辦法解決 阿嬤跟你說 你會怕你做一項事情 各位想知道 這個秘訣是什麼 我告訴各位 我從那個18歲開始 自己打工存錢出去旅行 到現在我玩了23年了 我去了50個國家 這13年 六年半在全世界旅行 另外六年半就是做那個 我們家樓下留媽媽 以為我們無以為生的那個旅遊文化出版事業這樣 可是阿 我都可以活下來 我每年還是 到現在一年都玩三個月到半年 我覺得這個會持續到我120歲 我大概預計完到96歲 接下來的人生就會去回顧我 年輕的時候做過事 然後給予大家祝福 我覺得以現代科技 我大概我這一輩的人 活到120歲是沒有問題的 那個在我們長我們10歲20歲那個 像大姐你們活到100歲是沒有問題的 那重點是要活得好 重點來阿富跟我說 萬一 萬一 你知道很大的困難 都沒有辦法解決 那一輩子 那一輩子 阿富就用第一輩子說 那一輩子求不做幫你補皮 那幾條書 求不做幫你補皮 真的有效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現這個叫做什麼 有一本書 我們阿富沒有讀書就知道 叫做秘密 秘密就是什麼事情 哇全世界要幾千萬本的 翻譯成幾十種語言 秘密是在講什麼 那本書這裡有沒有 秘密那本書就是叫做吸引力定律 如果你有什麼困難 你信阿拉就念阿拉 信耶穌就念耶穌 信符咒的你符咒 你祈求 宇宙間正向的心理來 幫助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每次在全世界 直到我開始度之後 就祈求菩薩 我的免費超級市場就出現了 好心的阿公阿嬤阿伯阿嬤 這樣就出現了 還有一個就是 信仰是一個很漂亮的事情 我老婆說 我老婆說 你小子告訴我 你去你家裡 那老婆是我一四人而已 那你一四人會對著的人 其實都自己有關 所以Vicky上輩子 跟我有關的人太多分 分布在五十個國家 我一定要去找她 所以我不管去非洲 去中南 會去非洲 或是去西藏 我就覺得內的人都跟我們一樣 不管他是黑人原住民 毛利人 是哪一國人 我都覺得說 如果我看他的眼睛 就會看到靈魂 我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這種能力 但是因為我太怕太多 所以我什麼都不怕 人家不怕的時候 心就是開放 他開心的時候 能量就很強 所以接收的頻率比較大 那因為我小時候 我老婆會祝福 就是我老婆跟我的祝福 那我老婆陪伴的 我的時間不長 因為我只有跟她做到 我十二歲 我但是呢 我八的孩子裡面 因為來南部 我就想講一下我的童年 那個童年的養分很重要 我是八個小孩的最小的那一個 可是我在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 才明白一件事 不得了 我老婆太多 不得了 因為其他七個都她親生了 只是我不是 我不是生 我不是我老婆親生的小孩 所以小樹唱歌的後面 在解答這個童年的一些事情 他在跟靈魂說話 所以我在二三年級才知道 我有我自己的爸爸媽媽 但是他們因為種種的問題跟困難 所以後來沒有 在我還有意識的時候 他們沒辦法照顧我 那最重要的父母 就是把一個拖給他給安心的人 那剛好我的阿母 就是那個 雖然他沒有錢 但是他也沒有雞 不差多一個小孩吃飯 你知道嗎 所以就來大 那我真的就是在我阿母身邊 很安心的 我阿母很奇怪都跟我說 你如果想要做什麼 你就去做做 就是你會你就賺到了 你知道嗎 我怎麼教小孩很困難 我他都沒有教我什麼 他就教我去正面思考 我還要做 你要幫忙 你要感覺 從小還會感恩 感恩到全世界 人家不幫我 都心裡面覺得很痛苦這樣 幫了我就覺得好高興這樣 那我們也給別人相對的回饋 那是我童年的養分 那我十二歲之後的媽媽 就來接我 我就變擔心 所以我後來今天在回饋 其實我分配到的那個母親的時間 是很少的 可是質量很好 質量非常好 所以那個小孩在小時候 是很健康的 所以那個小數長大 會去做都快樂的事這樣 好那今天呢 我們會來嘉義呢 想要來講講 我們兩個是怎麼樣 從兩個人 我們是 我認識他 比不認識他還久的 我不認識他只有18年 我認識他23年 所以他是我大學 對 講了兩名的 那剛剛那個影片 我告訴各位 那個影片是2005年 剛出了那個單車風月情第一版的時候 去那個經典TV第一集 經典的總編王志宏 我大學的時候 政大國報聽過他演講 台灣最早去西藏人 在西藏待了10年 馬背上的醫生 就是他跟總總的邱醫師發起了 救了很多無數的人 然後被實際的政言上 你發現有一個這樣有為的年輕人 就請他回來 在實際辦了一個經典雜誌 這本雜誌後來還把台灣 帶到聯合國去 因為每一年得罪都經典獎 然後那個學長那時候 也是我會完成夢想當中 如果各位有看書就知道 我們在澳洲發生了一個意外這樣 然後那個意外回來 兩個人都很 錢也沒了 然後也未來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那時候跳出來 幫助 跳出來的就是一個雜誌嘛 然後我跟他談了合作這樣 所以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今年雜誌願意 讓我們寫專欄 我們可以繼續去旅行這樣 然後旅行回來 你看九百多天 那時候回來九百多天 青年花完了這樣 還跟台灣社會會脫節 兩年多的時間 九百多天了 工作也辭掉了 那時候2001年 連單車環島都還沒有人開始騎的時候 單車環遊世界 聽到一種 背景不知道什麼藝術這樣 那也不代表任何意義這樣 那時候回來就是 青年雜誌的總編 想說我們一定沒有錢 不知道接下來怎麼生活這樣 趕快 先把你們之前寫的那些文章 趕快把它整理成一本書 我來幫你們出書 出書就有版稅這樣 有版稅你們至少可以活半年這樣 他再去接一些演講 他就 他就以為說啊 大概是出了一本書去演講個半年 就要回去上班了這樣 他 他現在很震撼了 因為這個月月底又要去錄影新書要去 十三年來 都回來從2001年到現在 十一年來沒再上過班 十三年來都沒有再上過班 因為沒有時間去上班 沒有時間去上班 然後那個單車環久夢沒有辦法停止這樣 這本書很可怕這樣 它一直長大 地球一直在轉 一直在轉 裡面的人一直又重複在出現這樣 然後那些故事又有續集這樣 所以這個書一直長一直長長到 今天就無法收拾這樣 所以呢 就沒有辦法去上班這樣 然後 老闆家 對對對 我們老闆要叫回去上班 我說 總經現在好像還有一點事情要處理一下 也就處理了十幾年還沒回去這樣 那就留職提醒 所以呢其實 今天我們那個帶著這兩本 我們現在的 我們兩個的成分有點奇特 我們兩個就從同學、室友 然後從18歲開始 逐嫁、打工存錢 1990年就去大陸香港資助旅行 也都沒有錢 我們兩個資書也可以出去玩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錢這樣 有錢人都不會去這樣 沒有錢的人一定要出去玩 他才有辦法翻身這樣 而且會越玩越有錢 因為沒有錢的人出去玩 他是拿著每一分錢出去賭的 拿命去賭的這樣 他就抓到最多的黃金回來這樣 別人出去只有撿珍珠 我們是撿鑽石回來 因為我們的旅行比較珍貴這樣 我們花很少錢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心的去玩 他每一次回來就是拿著鑽石回來 是圓框 他自己要再拋金才有辦法變成鑽石這樣 所以經過這幾年我就覺得很有趣 你看我們兩個然後從雨伴完成了環遊世界 夢想回來又變成合夥人 這次在中國大陸呢 是因為我這本書去年就很奇怪了 這書都一直纏著我這樣 本來就給經典出就出 那時候就2001年 因為兩個女生去奇想要是環遊世界 這個很厲害的 詹珍你把如果沒有看過書的手上 你還有一本這本書 你拿著去感覺看看 那打到你會很痛 我想講這個書是很怪的一本書 希望你在看它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在看這些圖片和文字 你去感受一下這書裡面有一種奇怪的能量 但是我在大陸的時候跟他們講這叫正能量 光明的能量 是這個從小我挖布給我的法力 讓我可以走遍全天下 找到那種愛跟關懷 然後讓我的夢想可以實現 這本書在當時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出了就賣得不錯 我大概賣的那時候是經典雜誌最暢銷 但是大概賣到2006年 2007年 大概2006年2007年 其實就沒剩下多少 2007年之後就絕版了 就沒有書了這樣 然後每次去校園講故事 我就想說既然沒有書 那就把它放在電腦 在那時候Google布置可以免費給大家全文樂來 我想說既然書出版社沒有要再印 因為台灣不是書店不僅僅 出版社也很辛苦 出版社有印書的壓力 一印出來沒有賣出去 就比垃圾比衛生紙還不值錢 衛生紙還可以拿來上廁所用 那個紙堆在倉庫都不是資金是負債 他不能不敢亂印 然後我就跟那個總編說 欸總編 在學校還是有老師說 明天老師我們想跟單車玩全文 我就跟他們說 我放在電腦上啊 Google Books啊 你都給全部免費 看我老了 不可以這樣看電腦 你老實你敢不可以出錢 我沒有啊這出版社沒有要印的 沒有辦法這樣 那我就拜託那個經典堂職總編 然後他說啊 請發行部門的評估一下 可是每次評估都沒有消息這樣 到那個後來去年 到2010年 我就有點開始 覺得有點吵欸 怎麼那麼多人告訴我說 BK老師我們想要看看 我就說絕版兩三年 我再來問看看 我常說經典堂職 我來問一下其他幾家 然後他們就覺得 哎呀單車玩 導致熱潮已經過了 單車旅行現在不流行了 這個夢想現在沒有太多人相信我 不是這樣嗎 可是我在學校看到的不是這樣欸 那後來去年 我就被吵到一點 說不然我講 好 到底你們有多少人要看書 跟我講 我來統計一下 你直接跟我講這樣 然後呢 我又回去剛好 去年大概 在年底 應該是前年年底 我今年總編來台中 得到那個出版界最佳貢獻獎 我是不是不是去世的人才會得嗎 你怎麼還活著 還這麼年輕就得到最佳貢獻獎 因為今年雜誌在台灣的人文跟深入報導 獲得很大肯定說 他自己也得到出版界最高榮譽獎 我說黃學長這麼厲害 那我們那個書可不可以出一下 猶豫一下 他就看著我說 你自己出啊 他說你自己出啊 我說你怎麼這樣 他說你都去學校都出演獎 你自己出啊 你們網站上你的同 你的粉絲跟你訂就好 這比書店的通路還快 你自己出啊 那他意思是說 我不只版權管理 我們的同事都可以義務的幫你一些忙 你需要印刷廠我也可以幫你找 但是你就自己處理這樣 真的嗎 真的嗎 那我們那時候考慮很久 因為我們還當作者很好 作者簡單回來寫作已經很辛苦了 整理稿子已經很辛苦了 如果還要跳下去 還要編輯 還要去印刷廠 還要發行 還要給書點 哇 哇 不是要脫好幾層皮嗎 我想這萬萬不能輕易嘗試這樣 可是後來我也想說不對 所以我有一點覺得說好像 如果有一點 我小時候告訴我 人家一直幫你拜託的事情 這才會認真心 我剛剛志祥跟他拜託 我如果找不到出來 不然我自己來印好了 因為我打聽了 只要兩千本 應該就可以 成本可以癱患 這樣 我想兩千本 剛好這麼困難嗎 台灣兩千四百萬人口 聽過Micky老師演講 二十萬人 這兩千人 會不會應該沒有那麼困難 我來統計一下 那統計 我們要先找大哥大姐統計比較快 因為大哥大姐可以買書去 送給偏遠地區這樣 可以訂一百本兩百本 那林善的我們在跟大眾結緣 所以我就先去一些大哥大姐那邊 那個吳董啊 那個張董 那個林總啊 我們要出書 這個很有意義的書 都學校老師 也希望看到這本書就可以再 再長出來 是不是願意幫忙助運 好像在結緣 助運場 就後來統計一下 欸不得了 欸 我們居然真的有差不多兩 差不多一千六百套到兩千套 就是這兩本 當時都絕版了 就是剛剛的一看 這不是新書喔 那是一本是我們兩千 一九九八年到兩千零一年 房遊世界的書 然後一本是我們在兩千零四年 我合約加拿大 那這本就是剛剛影片當中 在介紹這個故事 這兩本書去年啊 我真的告訴大家 太好玩了 我感謝那是國慶去年也贊助了一些 這邊童亞出去的應該有幾十套 有 你知道嗎 去年我們真的賺了一筆錢欸 我們就從那個作者變成發行人 這就變成 這次我在大陸說 這我們公司領導 江董事長 我是特助長 因為他以前比較辛苦 所以他登記公司 董事長就是他發行人 領導江董這樣 簽支票 簽支票的話 公司有什麼問題就找他 然後呢 去年真的賺一筆錢欸 算了大概賺六十萬到八十萬 台幣欸 賺一百 這個賺一百啊 董事長講話 我還不如跟我說 你如果早給你幫忙 你還要回饋 我們就給一百萬 去歐洲回饋 就給它開了 因為啊 那本書裡面 有四百天的歐洲 是給了我們後來人生最大的養分 那澳洲我很早就回去了 我們發生意外 我早就飛回去 感謝那個救我們的醫生 服務 書裡面都有續集 然後呢 歐洲是因為十年沒回去了 那這十年來 好幾個歐洲朋友來 都是痛哭流涕 在機場的荷蘭朋友 荷蘭爸爸媽媽的 南邁朋友的 瑞典朋友都是哭著 舅舅你Vicky 趕快再來 我們歐洲這樣 那我想說 總是覺得歐洲很貴這樣 那一年去 你想既然這個錢 就要用在應該用的地方 就去歐洲八十八天 把他全部划完又歸零回來 但是呢 這個一去的時候就發現說 喔 原來我們跟他們 曾經在書裡面那些交會的 原來在他們生命裡面那麼重要 你知道嗎 哇 我那個荷蘭爸爸媽媽 那十五歲了 跟我說 這世人最難忘的 最值得退役的事情就是 搭到我 還有一世人坐過飛機 我過一次坐飛機 他就是來台灣看完 要來台灣看完 四個禮拜 回去做六分相冊 按照 你用台灣的Galaxy 你知道嗎 Jerry有參與接待 他真的 那後面就是 你知道嗎 原來我們在全世界很多朋友的心目中 他們一生當中很難忘的事 不是只是他們是我們很難忘 也因為這樣台灣變成 他們這輩子一定要來 那這個還沒有結束 感恩大家的祝福 太可怕了 這本書有點恐怖 他又在長大 有一個實際世界 因為他對我很好 08年到07 0708我們有做了一個環中國海的旅程 然後那時候呢 他就 他就覺得說 我們兩個是很特別的朋友 他幫我們很多忙 應該是書咒的一個師姐這樣 負責整個大陸的禁師書學 都是那個師姐在奉獻 這套書 師姐趕來你 這是我們的紀念堡 我終於可以送你書了 我之前想送你書 都沒有書可以送 我終於可以送你書 然後他就 哇這書好棒喔 他就到處去分享 結果就被那個 幫正言上人 編禁詩語的一個大陸的編輯 復旦大學的少丹老師看到 哇怎麼有這樣的故事 這樣的人 他說那個磁文師兄 你可不可以幫我台灣買這書 我想看 我想給我兒子看 然後他就跟他講一句話 你為什麼不幫他出書 大陸同胞都可以看 對喔 現在大陸好像比較開放 我們需要這種書 可以激勵我們的連線 那個去年那個六月開始 他就來跟我聯絡 他說他們想要出簡體版 然後沒多久很奇怪 北京又一個最大的 出明朝那是 就是北京現在大陸現在最大的 那個出版社 聽說也是一個外國的什麼 旅居海外的什麼 大陸同胞跟他們推薦 台灣兩個這樣的書 這樣 他們也來談 哇 同時要兩家在競爭 然後呢 因為我們沒有去過大陸這樣 我就想 聽說去大陸 很多作家都說 大概你只要拿得到第一本的版稅 你就握迷頭佛 不要再想接下來的事情 因為可能他們就給你第一雙 後來他們在印多好都不會給你這樣 我是這樣子嘛 然後呢 我們就在評估的時候 我們就 哇 路說你有什麼困難做什麼 你Q不做給你保證 所以要 到底要哪一家 我們就是Q不做給我保證 不做當然是上人哪一家 因為呢 如果是正言上人的書都可以給他編 他們的社長跟副社長編輯都來 花蓮 見過上人上人有洽製過這個比較誠信 這個比較誠信 而且上海復旦大學 這個是十大名校之一 這個復旦大學出的書 應該就在學術界上 可能跟我們常常在彼庚 像你們這樣 哇 你好 這是復旦大學 各位 台灣同胞 我可以跟各位講 在台灣做作家啊 就會像劉媽媽講 不知道他們的未來在裡面 這是六月份 我能輸這本 在大陸出了簡體版 齁 在台灣做中工掌 你有沒有享受過這種榮樣 你看 一大陸的書店 哇 單吃完全部堆得比我人還高耶 哇 就是說 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我的書 然後簽名 我簽到手軟這樣 哇大陸隨便也印 我們自己說 現在頂三千本就不得了 台灣現在市場 他們那邊就說 不好意思齁 美女老師 因為我們現在社裡比較保守 因為大陸現在年紀也都是 做網路一樣買書比較少 我們先印個一萬本可以嗎 台灣五刷看我一萬本這樣 然後呢 定價呢 以前大概要能定個十塊 十五塊人民幣 二十塊人民幣 二十年前我們去大陸都沒有輸了耶 七八塊人民幣一本 這是定價五十塊人民幣耶 一本是台幣250 跟台灣的定價很接近 你想想看 他給我們的版書不是很過癮 所以我們就繼續 既然是這塊土地上產生的錢 我們就在這裡布施你知道 我們六月份去 馬上就說 欸那個邵老師 因為我們想要在大陸 我們想到一些禁師書宣 去跟實際的好朋友 還有一些朋友分享 所以慈問慈捷就安排每個點 很多師姐也想跟我們節約 那我還想去一些地方 我還幫我安排 但是我需要旅費 所以那個版稅呢 彷彿方便 我已經在你們中國建設銀行開戶 我有銀聯卡 你實際反而會進去吧 那個邵登老師很有佛心 馬上了解我一直 好明天經濟還處理 隔一天版稅就進來了 我先遇過五千本版稅 就拿那五千本版稅 在大陸玩了三個月 去了廈門 上海 蘇州 杭州 成都 麗江 昆明 大理 然後又飛回上海 又去了北京這樣 這是在大陸辦了十三場 然後跟著成千上萬的大陸 然後發現說 大陸的土地也在改變 我們那真情的故事 大陸同時都聽到 如痴如醉 然後那種很多領導 也聽到眼中有淚水這樣 就他們的心跟我一樣 你知道 然後呢 我們也聽到很多感動的故事這樣 好 所以今年 就很奇怪的 去年就是說 我們現在來的話 除了說 這兩本書啊 我們就變成了 我們不只是他的作者 這兩本書很期待 他就是用藍色空間來發行 藍色空間來發行 然後呢 我想這兩本書都是十 這本書是十三年前 再補充一下 我們跟紅雅有一個共同點 因為我們藍色空間呢 是一個很小出版社 所以上面這藍色空間 這個字啊 是我寫的 你拿一個紅雅 紅雅是有人名師寫的 余老師寫的這個 藍色空間是我們創辦人自己用書法解的 然後呢 我們藍色空間之所以可以存在 就跟紅雅一樣 紅雅這邊都很多人來 也不知道是幹嘛的 也不拿錢 然後在那邊做義工 還要排班 還要幫忙收錢 所以我們的藍色空間 等於是我們兩個人 除了全世界的人 給我們的幫忙之後 在台灣 我們可以一直這樣子 為所欲為的 照我們喜歡的方式 去過我們的生活 然後做我們有理想性的事情 也是因為我們 一直有很多支持我們的朋友 那今天我們就帶了兩個來這樣 一個就是等一下 我們會有很多的 我們的御用剪接師這樣 Vicky拍的旅行中的影片 回來有一個御用 我是他的御用攝影師這樣 我還有一個御用的剪接師 就是我拍的影片回來 都會負責幫我們剪接的 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原來是在做生態 一個攝影的公司 他現在是在紅光網路電視台的台長 他都是用私底下個人的時間 在幫我們很多忙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一些 很精彩的影片 那我們要很謝謝這個Jerry 他是 他的名稱好記 治安良好的治安 陳治安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最近都是說 因為事務越來越多 還有人在找我們什麼公益代言 還有一些雜雜雜話事 都罵不過來這樣 所以我們有一個 非常要好的朋友 要來幫我們當 當我們的公關主任 公關總監 行銷總監 然後呢 這個人喔 跟余國興有姻緣 他今天還第一次來他學長開的書店 我們歡迎一下那個珊珊老師 大家好 他做的事情 對台灣社會貢獻很大 因為他是在老服系服務 以老人服力系那個 宏光科技大學 所以以後台灣有很多老人 需要老人服力的話 就是珊珊的責任